刘邓大军是一支赫赫有名的部队 在战争年代立下了赫赫功劳 刘邓大军的核心任务 当然是邓小平和刘伯承两个人 不过 一个队伍如此能争善战 靠的当然不仅仅是两个人 刘邓大军中 还有赫赫有名的三臣 分别是陈锡连 陈栽道和陈庚 邓公晚年回忆说 陈庚走得早实在是可惜了 但最让我心疼的还是陈栽道将军 当年裁军的时候 他牺牲的比谁都多 邓小平和三臣之间 有着深厚的战友情谊 陈锡连和邓小平是一对好搭档 早年间 陈锡连有个外号 叫做小钢炮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打了不少硬仗 比如1930年 与郭如洞交战的时候 陈锡连是冲在最前面的一个 要知道 那时候陈锡连参军还不到半年 一个新战士能够在战场上爆发出如此勇气 实属罕见 所以 作战结束之后 营长对15岁的陈锡连点名表扬 说他作战勇敢 人小至其大 就好像一个小钢炮 从那之后 这个外号不紧而走 到了抗战时期 陈锡连便成为了邓小平的部下 所担任的职务是769团的团长 在神头岭一战中 769团负责袭击敌人的补给线 诱敌深入 这一行动果然大获成功 给前线的部队创造了进攻敌人的机会 神头领大劫之后 陈锡连却有点不满意了 还找到邓小平提意见 原来 陈锡连觉得这一仗打得不够痛快 没能和敌人的主力过过招 按陈锡连自己的话说 这是只啃上了骨头 没有吃上肉 邓公听了这话哈哈大笑 他后来公开地对大家说 陈锡连这门小钢炮不会闲着 总有他开火的时候 下次让他吃肉 但啃骨头的尽头不能丢 至于如何让陈锡连的部队吃上肉 邓小平也早就想好了 原来 神头岭一战之后 日军贼心不死 又攻占了山西林坟 他们想控制林坟沿线的交通运输线 从而对我军进行围堵 务必要全歼这股日军 才能够遏制敌人的嚣张气焰 这一次 负责攻卿的主力 便是陈锡连所带领的769团 为了孤舞士气 邓公还亲自来到了769团 笑着对众人说 上次神头领战斗 让你们袭击离城 你们还对施力有意见 说光啃骨头 没有吃上肉 这次可是块大肥肉 但肯定连着硬骨头 没有啃骨头的尽头 这种很难吃下去哦 这一仗可是真正的啃银骨头了 敌军兵力众多 陈锡连带领769团的战士们 在向唐铺一带埋伏了许久 终于看到日军的 自重部队过来了 战士们都兴奋起来 陈锡连却要大家冷静 一定要把敌人 全都放进伏击圈材 能够动手 又等了很久很久 终于敌人彻底掉进了 八路军为他们准备好的口袋里 这时候 陈锡连一声令下 战士们冲出来 和敌人展开了激战 日军的战斗力很强 而且武器装备也远比我们先进 不过 作为团长的陈锡连冲锋在前 一下子把大家的战斗意志都点燃了 两小时之后 我军大获全胜 不仅全监了这股日扣 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资重 邓小平大喜过望 他称赞 陈锡连有吃肥肉的胃口 更有啃骨头的劲头 从此之后 邓小平对陈锡连的战斗能力愈发的信任 经常派他去执行最重要的任务 而陈锡连也用一次次的胜仗 回报了邓小平的信任 三辰之中的第二位将军 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庚了 陈庚性格外向 人员极佳 和邓小平的关系也一向不错 邓小平很欣赏陈庚的才能 他既能搞情报 又能够亲临一线指挥 是真正的文武全才 早在黄埔时期 陈庚就已经大方一才 连当时的黄埔校长蒋介石 都对他颇为看重 一度想要把他招入麾下 蒋介石对于这个学生又爱又恨 后来陈庚英年早逝 蒋介石在海峡对面 还连连感慨说 五个胡宗男抵不上一个陈庚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 陈庚成为了129师386旅的旅长 他的上级领导就是邓小平 二人在长期的战争中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太行山处处都留下了他们战斗过的足迹 百团大战正是他们合作过的战斗之一 那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仗 在战斗的第一阶段 邓小平便发言说 对正太路破坏的越彻底 我们就越主动 这一仗必须打好 坚决粉碎日寇的求荣政策 扩大并巩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个破坏铁路的计策是成功的 但也让日寇陷入了疯狂 在第二阶段 日寇已经不择手段 他们甚至运用了大量的毒气弹来攻击巴鲁军 邓小平的压力陡然增大 日军疯狂进攻 陈庚所带领的386旅奋战在第一线 邓小平也亲自赶赴前线 勉励将士们 此时的陈庚也压力重重 因为在日军疯狂进攻之下 386旅人员瑞剑 牺牲人数不断攀升 有些连队被打到只剩下十来个人 实在顶不住了 万般无奈之下 陈庚只好拿起电话 请求邓小平的指示 邓小平则在电话里对陈庚说 同志 全局 全局 要从全局出发 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来 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 问题是要把火力组织好 一股作气 减少伤亡 安抚了陈庚之后 邓小平也没有放下电话 他不断地与前线联系着 密切观察着敌人的动向 最终 在邓小平 刘伯承 以及陈庚等人的指挥之下 八路军终于冲破了日军的进攻 这一战 剿灭敌人上千人 日军想要将八路军困死的计划 彻底破产 除了在战斗上的合作 在生活中 邓小平对于陈庚也非常关心 陈庚的第一任妻子 王根英英年早逝 直到1942年 陈庚遇到了年轻的傅牙 才重新考虑起婚姻大事 邓小平得知之后 很为陈庚高兴 并决定亲自担当这个大美人 为陈庚牵线搭桥 给他创造机会 陈庚回忆 当时他追求傅牙的时候 129师可以说是全员上阵 都希望早日成就佳话 作为政委的邓小平 也亲自找到傅牙了解情况 众人花尽心思 终于把这一对男女撮合到了一起 办喜事的时候 邓小平又亲自充当了政婚人的角色 在太行山的那段日子是非常艰苦的 但细数起来也有很多愉快的回忆 由于刘邓大军常年驻扎在太行山一带 缺一小时 又得不到足够的攻击 于是 邓小平思来想去 决定带领全军以及当地的群众开荒种菜 所以当时在太行山上常常见到这样一幅场景 邓小平 刘伯承 还有陈庚这些将领 都拎着锄头站在荒滩上 搬石头 种菜 挖水区 最初 老百姓看了 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怎么八路军的大官和农民一样朴素呢 但后来 大家也渐渐习惯了邓小平的平易近人 并逐渐意识到 八路军果然是和老百姓站在一起的队伍 在邓小平 陈庚等人的带领之下 开荒工作热热闹闹的进行 到了秋天 粮食增收了好几倍 八路军对粮食进行了分配 绝大部分分发给当地的贫苦百姓 只有少部分留作军粮 邓小平和陈庚长期以来 吃的还是野菜和窝头 因此 太行山上流传起了一首歌谣 自古兵匪是一家 不是抢来就是抓 如今八路军到咱村 一不抢 二不抓 一针一线也不拿 还把白菜送咱家 刘邓部队人人夸 因为有这样同甘共苦的经历 所以 他们虽然在官职上是上下级 但其实早就侵入兄弟 直到建国之后 他们的关系依然很好 两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 为国家做贡献 可是 邓小平一直担忧 陈庚的身体状况 陈庚早年间被敌人抓获 受过刑 从此留下了不可逆的后遗症 建国之后 因为国家百废待兴 所以 陈庚始终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过度劳累使得病情进一步恶化 到最后 在众人的劝说之下 他才停下工作 休养了一段时间 但不久之后 陈庚便又坚持要重回工作岗位 结果没多久 陈庚就又病倒了 这一次 毛主席 周总理 还有邓小平都亲自出马劝说 总算又把陈庚劝到了上海休养 可没想到 去了上海没多久 陈庚便离开了人世 当时他只有58岁 对于国家干部而言 这其实还是一个黄金年龄 他本该有更大的成就 所以 邓小平一想起这件事情 就万息不已 而在三辰之中 邓小平所说的最心疼陈再到将军 就牵涉到80年代的大裁军问题了 1977年 随着邓小平的付出 中央军委也邀请陈载道将军再次出山 担任铁道兵司令员 那时候 陈载道的年纪已经不小 不过 铁道兵司令责任重大 当好这个司令员 对于国家稳定 有着重要的意义 所以 陈载道不顾年迈 依旧出山了 陈载道爱兵如此 当了司令员之后 便对铁道兵战士们无微不至地关心 为了了解战士们真正的生活情况 他甚至亲自到青藏高原上去考察 对于工作 他更是无比热心 铁道兵放在第一位的工作 当然就是维护铁路的安全 当时 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恢复生产 各地都需要修建铁路 于是 铁道兵变得尤为繁忙 分散于天南海北 为了保证这些工作不出岔子 陈载道便也跟着天南海北的跑 虽然操劳 但是 一想到还能为国家做些贡献 陈载道就乐在其中 陈载道对于铁道兵的感情 邓小平最清楚 但进入八十年代之后 邓小平却不得不考虑另一件事情 那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百万大裁军 中国的兵力已经太多了 六百多万士兵 虽然保卫了国家的安全 但也给国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负担 尤其是各级机关臃肿不堪 成为了托国家后腿的一分子 另外 铁道兵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不能够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所以 邓小平私来想去 认为应该把铁道兵并入到铁道部 打响百万大裁军的第一枪 可这样一来 要如何对陈载道解释呢 任何一个人 听到自己待了五年的部队 突然要被裁掉 都是接受不了的 果不其然 消息一传出去 陈载道就来到了邓小平的办公室里 一下子才撤掉那么多的战士 要让铁道兵这样一个 有着三十多年历史的部队消失 邓小平心里何尝不难受 可是 为了完成裁军这项重要的工作 邓小平还是很下心来 对众人说 撤销铁道兵已经定了 这没有二话可讲 打起仗来 铁道部都是铁道兵 为了这件事情 陈载道和邓小平 也产生过争论 但是 当邓小平一渐渐为陈载道剖析厉害的时候 陈载道明白了邓小平的深意 才撤军队 为的是国家的长指久安 如果想要发展的话 就不得不对军队做进一步的精简 所以 最后 陈载道涵累表示 要说对部队的感情 我最深 当了五十多年兵 从来没有想过脱军装的事 但是正因为我们对部队有感情 才更有责任 按中央军委的命令去行动 谁要是把部队搞乱了搞散了 我拿谁试问 在陈载道的大力配合之下 裁军工作终于顺利进行 这三位将军 都是有着突出历史贡献的人物 而且 他们都对国家有着超乎寻常的责任心 几乎将自己的一生 奉献给了新中国的伟大事业 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才能够和邓小平多年以来 惺惺相惜 因为一心为攻的人 总是会互相欣赏的